在第四次人界大战中 兜的惠土大军可谓是占据了相当多的戏 然而在如此多的惠土人物中 除了跟小组织一块被通灵出来的宇治波佑 还有作为秘密武器的宇治波班外 在没一个宇治波的族人 究竟是因为要是都没找到他们的DNA 还是因为他们的实力不够强 又或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今天我们就从头捋一捋这个问题 第一个都有没有可能找不到他们的DNA呢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当初提到自来也为何没被惠土转生时 兜的解释是因为自来也葬身大海 找不到足够的DNA 宇治波一族会不会这样 我们先将时针拨回到宇治波灭族的档篷 在右根带土屠灭一族之后 团藏带着根组织成员 还有三代火影带着暗部都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面对如此惨状 团藏是这么解释的 他说凶手是宇治波佑 因为他厌恶并憎恨自己的族人 所以他先杀死了宇治波止水 然后用止水的别天神控制着宇治波一族内部 才导致了眼前的局面 事件的真相 他说宇治波也是牧业的一族 这么做有人是要负责任的 因此他关了团藏禁地 然后又让暗部妥善处理宇治波一族的尸体 按照当时牧业公布的又是牧业的叛人这一说法来看 宇治波一族是不会被毁尸灭继的 理论上要是都想找到他们并不难 或者退一万步讲 牧业为了掩盖这次的丑闻 把此次宇治波一族的尸体都给藏了起来 使得别人根本找不到 但宇治波一族历史悠久 即使在牧业成立后的六十年 死去的族人也有成百上千 这部分族人的尸体总不会被牧业再挖出来藏起来 所以说如果要是都想找的话 一定是能找到宇治波一族的尸体 因此没找到他们的DNA这条不成 然后看第二点 是因为他们的实力不够强吗 我们看看要是都召唤的人基本都是什么实力 小组织和五大人村的历代影 再加上六个人助力就不提了 那都是影级实力 放到哪都是妥妥的顶级战 我们只看实力稍微差一些 比如像牧业的阿斯玛 宁次的老八日向日差 还有阴人五人众的老大军马里 这三个人大概是比较标准的精英上任实力 而仅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宇治波一族的话 其实能达标的人还是不少的 第一个就是宇治波止水 止水比幼大几岁 可以说是幼的第一个老师 很早在人界就有顺身止水的称号 根据宇治波族人的描述 每次战斗止水都会冲在前面 是一族中最强的人者 甚至宇治波一族在谋划叛变的时候 主心谷就是止水 当然我们知道止水自己并不是这么想 不过这时从侧面证明了在宇治波一族的眼中 止水是有隐级实力的 而且族人们并不知道止水此时已经开启了万花筒 如果算上万花筒 保守的说止水的实力也能超过一般隐级 止水是宇治波一族被灭前不久跳崖自尽的 他的尸体被崖下的河水冲走了 要是都找不到还有情可言 不过从人界大战诱中了别天神之后多的表现来看 显然他是不知道别天神的能力的 所以可以认为都根本就不知道止水 也不知道别天神有如此逆天的能力 第二个就是宇治波近 他是二代火影的顾问 在火影中并没有过出手纪律 不过他的几个同伴无疑不是木叶的精英 像三代火影和团藏都是他的同伴 以他们的实力做参考的话 那宇治波近必定也有精英上人甚至影级的实力 第三个就是宇治波复月 身为宇治波一族的组长 还是左右兄弟的老爸 无论从地位上看 还是从血统上看 说他仅有精英上人级别的实力都保守了 除了复月之外 按照时间推算 在班和复月之间最少还有一到两个家族 以宇治波一族在忍接大族的定位看 每一代家族的实力都不会太容易 哪个被都挖出来那都会有独当一面的实力 当然从木叶建立到宇治波灭族有大概60年 这60年里还可能有很多强者 就像又在介绍伊耶纳美的历史时 提到过宇治波一族的历史上 有很多人使用过伊线奈旗 而宇治波之里又开发出了伊耶纳美来克制这个数 而这些忍者在施术的时候都是佩戴有木叶部 所以都是木叶建立后的人者 这些人中也必定有不少有精英上人 甚至是隐级实力的人者 所以说不可能是药师都看不上宇治波一族的人者 而且理论上来说 药师都跟大蛇丸相处了很久 是不可能不知道宇治波又的大名的 大蛇丸不止一次对都说过他有多怕用 而且当时大蛇丸的手被又砍下来时 还是药师都把大蛇丸就走了 此外他通过大蛇丸跟佐助大概率也知道又万发筒了 退一步说即使那时候药师都不知道 在他和戴土联手之前 佐助已经开着须左能呼大闹不无影会谈了 虽然佐助没打赢 但宇治波一族的大名再次响彻人间 又跟佐助都这么强 那宇治波一族就不可能弱 没道理不去挖宇治波一族的混血 还有在多根会土般的对话中 我们知道大蛇丸根都已经研究出来了 那就是将千手和宇治波结合 就能产生只有六道仙人才有的温回 显然宇治波和千手都是六道仙人的后裔 那就更没有理由不去找宇治波的DNA 综上都有无数理由去绘图宇治波一族的人者 但他却没这么做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就不得不从创作角度来看 把宇治波的族人们绘图出来 叫他们和谁战斗呢 跟明人的分身战斗的话 如果宇治波的族人太强 明人就要找人咨询 找到其弱点 而可以咨询的人在当时看来只有佐助 但在忍接大战开始初期 佐助还想把木叶给灭了呢 根本没理由帮明人 当然这并不是主要原因 最突出的问题出现在宇治波又身上 又是火影中极其重要的一个角色 而宇治波灭族事件 无论怎么说都是宇身上抹不掉的黑点 为了洗白他暗本老师那可是花了大力气 不光让代徒对佐助讲述宇治波一族的真相时 说出了宇的各种无奈 甚至在佐助面见历代火影时 在暗本老师的受益下 二代火影和三代火影也拼命地帮佑洗白 二代说宇治波一族的人一旦被刺激 就会走偏激路线 虽然也有宇治波近这种不那么偏激的人 但宇治波一族还是偏激的人拒多 其实核心思想就是宇治波一族有原罪 而三代则是跑着又说 他说又从七岁就开始以火影的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 总之就是为了洗白宇治波又 暗本老师把能用的方法都给用上了 但即使这样 又也没有完全洗白 因为不管怎么说 亲手灭族杀害无辜 这其中还有自己的父母 怎么都说不过去 宇治波一族的人被绘图转生出来是什么情况呢 如果不是灭族荡丸死的人 类似于止水或者静 当他们知道宇治波被灭族了 当知道还是又亲手灭族的 那又是什么心情 那前面暗本老师费了那么大力气帮宇洗白花的苦心可就全废 而如果是灭族业当晚死的宇治波族人 他们会怎么说 无辜啊 睡着觉就被杀了 绝大部分人根本就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甚至不少人都不知道是宇冻的时候 让他们醒来知道真相 他们是不可能原谅宇治波又的 这无异于给宇拉仇恨 如果被绘图的是宇治波赴月或者美琴 他们可能会向左柱或者明言解释 我们虽然跟宇想法不同 但又既然选择站在木叶一方 我们理解他 所以当晚我们并没有团击 而是自愿临死 这表面上看似是洗白柚 但听了这话的人返回心理不识 对柚的形象来说 这无异于抹黑啊 而且这番操作下来 不光好不容易洗得有点白的宇治波又形象扫定 还有就是三代火影一贯的好人印象 也会让人觉得名不复识 虽然一直有团藏给三代火影微波 但真有宇治波一族的人出来诉 那三代火影就是不称职啊 村子跟宇治波之间一直有矛盾 三代却一直没任何有效的措施 才酿成了这样的惨剧 那有人会问啊 不是还有宇治波班的吗 其实班在从木叶叛逃后 就跟宇治波一族一刀两断了 他甚至因为族人选择了牵手逐间当初代火影 还不跟他一起从木叶出走而记恨宇治波一族 甚至我一直有这种猜测 就是班在向怠土交代后事时 说了宇治波从此之后就是仇敌 这样怠土才轻易地就同意了又的灭族计划 他们两人才联手灭族 要不只为了那几十个血轮演就灭族 真有点说不过去 毕竟戴土本身实力就不弱 不可能需要用那么多一些耐气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 宇治波又和宇治波班都是木叶的派人 这是忍界都知道的 而且他们跟宇治波一族走的并不是一条路 其实也算是一族的派人 从叛逃那一刻起 他们二人就不再是宇治波一族的族人了 所以说在第四次忍界大战中 都并没有绘图转生过任何一名宇治波一族的人者 好了 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拜拜